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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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 好 这个我们刚刚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一个问题 所以花了一点点少许的时间 这个如果用版书来 跟诸位讲的话 是这样 缘起 缘起之余 哇 是无自信 他是空性 他是呢 骗于一切 好 好 现在 问题来 如爱藏 如爱藏性 他也是 他也是 骗于一切 骗于一切 好 哇 多半 他是随顺着什么 随顺着人来说 多半啊 随顺 人 人 人怎么样呢 人能 成佛来说 好 虽然说 虽然说啊 如来藏也是骗于一切 好 桌子 椅子 草木 瓦石 甚至呢 虫乙鸟兽 都有他如来藏性 那我们说他是有佛性 是吧 但是呢这里的佛性 根据啊 涅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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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谓的什么 三音佛性 三音佛性是哪三个呢 正音佛性 有佛性 辽音佛性 1 还有元音佛性 如果说 蘅槃وع仗性骗于一切 但是呢就涅槃经 涅槃经也是如来藏学 他说有三音佛性 草木瓦石 虫与鸟兽 他们这三音佛性不能俱全 三音佛性不能俱全 所以这如来藏性多半是说是人 但是空性呢就可以偏于一切 用这个方式来 解解破了 解答了这个问题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刚刚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们还没录影之前 说到了 我所讲的 我所讲的中论 或是百论或十二门论 未来都是 随顺者 印度的中关学派 而说 并非啊 并非顺着中国的三论中 那你说 三论中他也是讲三论的 那么印度中关学派 目前仅存的 目前仅存的 几部中关学的论点 中关学的论点 他里头没有十二门论 好吧 那也没有关系 也不是说 日前仅存的 中关学派论点 不是啊 应该是说 印度佛教中关学派论点 跟中国佛教三论中 他思想上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那我这边给他定调 中国佛教三论中 还是承袭着有三玄的思想 还有中国文化在里头 这华夏民族长久以来的道统 就是这些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三论中里面 所以他不是纯粹的中关学派 如果不信 那我们看 这个 好 你先抽 因为我们中论讲完 即将就是要讲 照论 我们看看 照论 一刚开头是照论 我们看 不真空论 银行 哦 这是 看一下哈 我们看看这个 這個 兆論書 像兆論 嗯 我們看這個,直接的這個 這個 我們看他直接的論文就好了,在租中部裏頭 這個 這還不是 沒有,這是華妍忠 哦,有了,兆論有了 好 我們先不看他,去看 中本義 本無,實相,法信,信空,元慧 一億爾 就說他們都是同樣的意思 同樣的意義 一切諸法,元慧而生 因緣即慧,而就產生 元慧而生,則未生無有 還沒有生之前,沒有 元離則滅 因緣不具足的時候 他就呢 滅去 如其真有,有則無滅 如果他真實的存在 他就不會滅去 好 像這樣的原詞 在老子莊子 這樣的行文方式 常常出現 好,你可以看中本義 這個還好 如果你看物不謙論啊 那知道 生死交曉 寒暑跌遷啊 有物流動 人之常情 其實,如果你學中論學得好 物不謙論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 觀趣來品嗎 或是觀然可然品,將 什麼 例如說 觀趣來品 有趣者 趣時 趣法 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他這裡的物不謙論 不謙 指的是什麼 不謙指的是什麼 那謙的又是什麼呢 啊 他這裡就是說啊 好,所以自己要說 釋論之曰 釋論之曰 諸法本無所同來 去 亦無所至 是 世界 極動而囚禁 以之物不謙 明矣 他指的是什麼 什麼是他的這個 物他不謙啊 這個底下都是很多老莊 玄學的用語 如果我這邊講他這個物不謙的是什麼 這個 講的你們就覺得沒有什麼 剛開始中論不是講嗎 不生意不滅 不常意不斷 不意不意 不來意不去嗎 緣起一切無生無滅 啊 無常無段 無來無去 不意不意 他講的是這個啊 他用物不謙 為什麼用不謙呢 物不謙 因為老莊他的用語就是這樣 你去看莊子內欺篇和老子 不老子 照德經 那就是這樣說 這有一點隔翼佛教的意味啊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跟大家說明了一下 那所以我講的呢 是屬於中關學派的中論 不太是 三論中的中論 好你看他的行文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那三論中的中論啊 主要他的 在吉障的中關論書啊 還有這 大聖玄論啊 三論玄義啊 都可以表達 而吉障是屬於呢 新三論詩 那古三論詩就是呢 像啊 生兆 或者是呢 揪摩羅史或揪摩羅史之前啊 弘揚中論或三論的人 好 我們看 如果說是 吉障的 三論玄義 他剛開始也是你看 很像啊 這個 這個 老莊思想的文句 服務世話無方 逃又非一 考慎心 以習慣為主 同教義 以通理為中 這都是片體文啊 對賬 看到沒有 中國文學要很強啊 到這時候 幾乎不是在講思想了 而是在 就是中國文學 你的 素養了 而用 張具訓孤之法來 來講了 考慎心 統這個 排比到統教義 心對義對不對 聖對教 考對統 動詞對動詞 名詞對名詞 以習慣為主 習慣對通理 一格為主 然後對為中 這不是很那個嗎 很對賬嗎 好不好 的文章 超棒的文章 底下 但96宿西火宅為盡道 500億部 銀劍網為泥環 你看這個文章多麼好啊 96是什麼 96種外道嗎 96種外道嗎 在印度啊 他們覺得 要靠著他們這96種外道才能怎麼 三界猶如火宅啊 然後我們要去 離開火宅 而向 清淨之道那裡去 就是像涅槃啊 進道對涅槃 500億部啊 指的是什麼 就是對道前面96啊 都是講外道之劍啊 可以嗎 說就是啊 因為有啊 你這個96種外道 和500部這個這個 博雜不存啊 外道之劍 使得 鹿苑秋虛啊 舊山荊棘 那這什麼意思呢 他這裏面沒有講什麼道理 只是文字遲早之堆砌也 鹿苑指的是什麼 佛在鹿苑度化無比丘的典故啊 那麼呢 鹿苑度化無比丘 死之成為阿羅漢對不對 好了現在 他以鹿苑為主 啊 引申義說 要使令你成道 現在好了 鹿苑院把他都是 這個空虛廢墟 然後山谷重疊成土堆著 那意味著什麼 沒人修道不能成就啊 所以說歲死鹿苑求虛 佛在靈舊山講什麼呢 法華經還有諸部大聖經典 使得大家能夠呢 鹿苑聖道啊 對不對 鹿苑聖道是什麼 一佛聖使大家都能成佛 現在好了 產生荊棘 你就不能成佛啊 那這個文章多好 但沒什麼理啊 裡面沒什麼意理 所以你讀的文章覺得 哇 這文章寫的真是好 是吧 嗯 這就造論 三論學意 所以這個就是考 講到這個就是考究你的中國文學 你們趕快啊 去去去中文系去聽一聽啊 啊這個這個這個 國學導讀啊 啊 啊 生育遜孤文字學 趕快去讀一句開箭資訊 拿去 所以要講這個 啊這個 其實就是 張巨遜孤 把你解釋清楚 就ok了 裡面的意理 不太多 不像中論 一旅複雜 論變深究 哦這是佛法 但我並不是說 三論學意這個不是哦 他有中國文化的元素在裡頭 啊 所以呢先讓你欣賞文章的優美好不好啊 好 好這是這樣可以哦 所以呢這個 講三論玄意照論的 在中國佛教界 很少人講 為什麼 中文太差 或者 不能通曉 中關學派 跟他之間的關係 你在欣賞這好的文章之餘 他這個裡面的理啊 你抓不到 所以那個班長的建議很不錯 我們先學完中論 裡面的理啊 異理 甚至 邏輯思辨抓到以後再來看 造論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對的 不然你就會被他的文章優美的給吸引 這樣可以嗎 像這樣子的文章 中學生是 是沒有辦法解讀的 裡面很多的處處用點啊 點是什麼 點故 還有講究排比對賬 還有講究排比對賬 高中生都沒有辦法 大學生我還是程度不好 哦 大概是這樣 好經經過我這樣解讀 可以嗎 不然你們自己看 鹿苑秋虛舊山荊棘 那知不知道裡面他 意欲何為 知道嗎知道的請舉手 還是 猜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哦 嗯 所以底下街道善事已知流通啊 煞朵所以大悲 所以要做這個三論要破血顯正 一吹外道二折皮壇三排成十四喝大直 三論所賜 我就說三論玄義就是 三論指的是什麼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裡面的 中止大義是什麼啊在在這裡講啊 基障 那就說的很好啊 好 那就先說到這 那以後我們會講 嗯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中論啊 如果說諸位想要看趙論的註解 這本郭忠生老師的 他在 對 後面的附錄啊 他對每一篇 趙論 趙論的每一篇呢講錯了 趙論的每一天文章他都有做註解 詳細的註解 那接下來怎麼看懂 趙論的言辭就考教你的中文程度了 這本呢 這本呢 也不是打書 去跟這個正觀出版社去購買 印度與中國的早期中觀學派 不錯 可以去買 傳下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 幾下的寄送 我們講到第幾十送 十幾送啊 十五 十五 二十五 聶盤品 聶盤品是講完了 一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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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一天畫 二十五 二十五 一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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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是怎麼 是二十五品吧 二十五品對不對 對不對 他總共幾送 15送 15送不是快要講完了 哦,好 你看15送齁 15送齁 在科判 若未於有無 這裡是吧 啊錯了 若非有非無 這裡哦 這非有非無為涅槃 非有為 非無為 涅槃 不是有為法 也不是無為法 是不是 那涅槃是什麼 他說 去除有為和無為 是涅槃 那我們知道 這個有為法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個科判 有為 有為指的是什麼 有因緣造作 之法 有為法 有因緣造作 你稱為有為 有為法呢 因緣和和而生了一切法 是不是 好 這個是簡單的解釋 你再看有為 你再看有為 有為法 那麼無為是什麼 這有為法定義大家記得啊 因為涅槃是離開有為和無為二者的 那我們來看無為是什麼呢 無為 無因緣的造作 那他還是有造作 那無為法 無因緣造作的禮法也就是無生滅變化即然常住 什麼是無生滅變化而即然常住之法呢 你們看 非因緣所造作 離開生滅而絕對常住之法 他說本來是涅槃的義民 後世啊 更於涅槃之外 利種種無為 那既然按照這樣來說 那麼涅槃就是無為法囉 那他為什麼這裡又說 涅槃是離開有為無為 究竟為什麼這麼說 無為法呢 涅槃就是無為法 那他為什麼說 涅槃也不是無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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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就要看他的宋文了 他的科犯不就是说 这有为 这非有非无为涅槃 好 这这里 这个是他前面 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这个行文脉络 来跟大家说一下 前面我们讲 有为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无为 对不对 涅槃是去除 有为无为 所以涅槃不是有为无为啊 那么再说 他前面是有四句有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 也去除 他这里讲的这有为无为是这样说好 你要解通他里面的字句意义 他就说这个无为是针对有为说的 所以呢 这两种 有出现 那就要 都破除 破除 这叫二元对立 这叫二元对立 凡有相对相待的都破除 而到真正的涅槃 这非有为 非无为 这有为无为 统统统统都去除 可以吗 记得是个 遮有为无为 遮非有为非无为 听不听得懂 遮就是遮止 禁止去除的意思 聽不懂 好有微 我們剛剛知道了 他是 相對他會產生無微 因為這個無微 是對有微來說的 對不對 現在 他說 摺是 禁止 禁止和去除的意思 好 再來 非有微 非 非無微 現在這個也 摺 也 也禁止 也去除 這個是要 如此 這般 然後呢 他才是 我們要說的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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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可知的 不可測的 不可 以語言 來說 說的 他是正的 但是現在 要對於他的境界要做解說 那怎麼辦 只好用種種的語言文字 來說明 他既不是有為 又不是無為 又不是非有為 又不是非無為 又不是非無為 好這個是 我們宋文要講的意思 可以嗎 欸他怎麼會自動跑去哪 是我脫了 好 好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宋文 好 原來是我自己 我只是把他推到旁邊 好 台灣像這樣 目前的天氣是 只要不潮濕 他就非常之涼爽 他真的是不冷 如果說真的冷 大概是10度 那邊稍微冷一下 但也不是冷很久 真正冷是 如果說你去啊 遼寧 長春 哈爾濱 冷到你這個 冬家變平機 我真的是 好幾年前真的有一次冷到 我以為我身體很好 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原來長山裡面都有 羊毛的內裡 我的長山啊 沒有內裡 裡面我覺得穿毛衣 所以我就覺得 很很 很勇了 去那邊 凍得不得了 更不要提說是在俄羅斯 那也就多冷了 難怪他們都要喝那種 酒精 酒精能濃度很強的這個酒 一點就會著火 知道嗎 有沒有喝過 蛤 摩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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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機打 那高粱就著火 我覺得未為奇觀 好 那自從 受戒以後就 不再 連酒都不碰 好 那我們來看祭送哈 這個跟大家講完 摩有為 摩非有為 非無為 前面呢是 摩亦有 亦無為 再前面是 摩有 和摩無 所以他這裡呢 摩有為 摩無為 摩亦有為 摩亦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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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非有為 非無為 全摩 好 所以看 非 若非有 非無 明知為涅槃 此非有 非無 以何 而分別 好 白話解釋 他的連第十六 送一起 分別非有無 如是明涅槃 若有無成者 非有非無成 好 這個意思 第十五送十六送的意思 這個我們剛剛說涅槃呢 不是有 也不是無 更不是有無的結合 好 那麼再說了 那涅槃是不是非有非無呢 龍術菩薩認為啊 前面已經有無破去了 更沒有一有一無 那麼這些都沒有了 怎麼還會有非有非無呢 怎麼會有非有非無呢 我們平常在說緣起信空的時候啊 非有非無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先有有無的概念 然後對呢 有無加以否定 然後我們來突顯 原起信空的真理 為什麼來突顯 原起信空的真理 原起信空的真理 為什麼來突顯 是會超越相對和相待 他有有所局限 有所局限 有所局限 那現在這裡 他說 雙非論 說涅槃是非有為非無為 那佛不是這樣說的嗎 他說這樣我沒有過失 龍術菩薩說錯了 涅槃是超越有無意有意無非有非無的 這樣不得佛意啊 是建立在原起空性上 超越有無四句 在諸位的講義裡面啊 第31頁 我們就和說這兩宋啊 超越他們 所以論主的平破 不分別有無來破啊 涅槃非有非無啊 好這邊他有白話解釋 他說 若非有非無 明知為涅槃 那歪道說了 龍術菩薩平破 如果你說啊 涅槃就是非有非無 如果你說涅槃就是非有非無 那麼你用什麼來判別涅槃是非有非無 你用什麼來認為認知 涅槃是非有非無 你一定有他認知的標準 你憑什麼來這樣說 哇這個就很厲害了 你要砍財 必須有財可以砍對不對 除了砍財還要有砍財的什麼工具 還要有什麼砍財的人 對不對 好啦現在你要砍財 如果沒有工具 如果沒有砍財的主體 怎麼砍 那麼這裡也就是這樣說 你要定名涅槃是非有非無 你拿什麼來定 這個非有非無你拿什麼來定 他就是說認為涅槃 就是非有非無嗎 好 那麼我現在來追問 非有非無你怎麼來做解釋 前面已經破除了 有無亦有亦無 既然這些都沒有不存在 怎麼還會有非無 非有非無呢 所以這個也是被破的 真是舊病未除心病又起啊 我這論組之平破 好這第十五送 可以嗎 行不行 第十 哎呦 兩點 三點 三點十分 好第十六送講完 以亦有亦無上不成破涅槃 非有非無說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講過了 他說以民言思維 分別啊 非有和非無 以這個民 他認為這個是涅槃 如果說你非有非無能成立 那前面亦有亦無也得成立 一有亦無既成立 有無就要一起成立啊 那前面我們都已經破破斥了 你外道也接受 但是你一直啊 在這裡做分別和狡辯 那你這是愚痴 不是涅槃 這是愚痴啊 不是涅槃 所以呢非有非無 你認為這個就是涅槃 是愚痴啊 這是第十六送 第十六送他說的是呢 分別非有 這邊還加個非無齁 如是民涅槃 若有無成者 就是若有或無 如果能夠成立 非有非無才成 反之 有無不成 非有非無 亦有亦無 皆不成 他是用這種 反說 可以嗎 這是第十六送 最後十七十八送是顯 如來離世句 好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了 休息五分鐘 好這個剛剛我們下課在談 這所謂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是由在華夏地區啊 就是黃淮平原啊 還有這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 這兩條大河中間 的這種 形成的文化 那這文化的形成當然是由人來形成啊 是吧 佛教作為一個外來文化 如何經過長時間的碰撞 衝突 而後融合 最後形成了 中華文化四爐道三家 的其中一隻頂竹而立 這是相當的有 他的過程的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佛教的文化 他是一個外來文化 這是無庸置疑 所以他傳入中國一定 謝謝 一定受到很多本土文化的質疑 情勢 排斥 但是 但是終於佛教呢 融入中國 其中 揪摩羅斯大師 佔了絕大的 不可磨滅的地位 在他之前呢 學習佛法的人 都是用老裝思想和易經來比複他 這視為革翼佛教 而 揪摩羅斯大師 先居住在西域 學習中文 長達十數年 而後 來到中國 深深的了解 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 這樣生活的人 他們的習性語言 習俗 而後翻譯經典 翻譯論典 啊 所以功不可沒 那我現在看很多人 都說啊 這揪摩羅斯大師翻譯中論 很多地方翻譯錯 我聽看了就覺得很火大 不然你來翻看 講這位 這詆毀前嫌又不負責任 他有他的苦衷 啊我的一個老師 萬金川老師 就 對曾經有這樣子的言論 他就大家批評 我有他語言風格 還有翻譯的風格 這牽涉到背後的文化思想 好 稍微講五分鐘喔 請諸位原諒 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第一次的滅絕 或是斷層是在什麼時候 問大家 來知道請舉手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怎麼知道 不是不是文革 第一次是請 我們都歸咎於啊 說所有啊 這個 毀於情火 請始皇焚書坑爐 但是呢請大家注意到 焚書坑爐是政治手段 因為呢 最妨礙他施政 然後呢講話又不負責任 就是 每天吃飯 沒有要做事 就是學者 全部抓起來燒掉 但是書呢 有沒有燒 好 當時流通在民間的這些書 的確燒掉 但是他有沒有備份 當然有 備份在咸陽 的皇宮裡面 國家圖書館 那有一個人最壞蛋 一把火燒了俄法皇宮 燒了三個月 這個傢伙是誰 像 第一次中華文化斷層 怎麼講佛法講到這個 之後要再次重建他 就在隨唐時期 隨唐時期 那當然中間經過好幾百年 像這個 漢代 到東漢 漢朝 到後面有金骨文之爭 這個這個就不說了 這個是 其實念中文系的 才會知道或歷史系 那大家對於這種 要建立長久以來的文化傳統 他斷了 好現在重新 建立起來 勢如道三家併起 但是也經過很多的衝突融合 第二次斷絕是在什麼時候 唐朝末年 有一個壞傢伙 開始 燃起第一把火 這個傢伙就叫安禄山 安禄山 就有安史之亂 再來是什麼 唐武宗的滅佛 再來皇朝之亂 整個中華文化斷層 第二次 好經過宋代 啊 一直恢復一直恢復 弟弟拋 弟弟拋 終於拋起來了對不對 第三次的滅絕是在什麼時候 啊 清朝 清朝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 文化水准不高 所以在清朝 雍正乾隆年间 大新文字域 篡改很多的中国古书 甚至编很多中国的古书 其实是以编书之名啊 来做篡改之实 从古今图书集成 到什么 世库全书 甚至呢 龙葬 乾隆那边的龙葬 都是中华文化的浩劫 就有人还推崇龙葬 我真的搞不清楚 底下不讲 然后清代圣行考据之学 你只要研究章句训箍就好 里面为言大义 为言大义就是思想部分 你不要研究 研究的话就会怎么样 会导致一个问题 尊王朗仪或者是什么 名为贵设计赤之君为亲 那我还做什么皇帝啊 是不是啊 中华文化第三次断绝 所以那时候才有明末四大师的出现了 然后才会有三教同源和河流的问题 这是这个文化现象的产生 是为了挽救这样子的问题啊 第四次的文化弹断层 刚刚有人说的就是谁啊 就是文革十年 这样这样子一路下来 然后清朝那时候 末年的时候一大堆战乱的出现 知不知道哪些战乱出现 最早的是什么 白连教啊 然后他们就讲一首 打游诗 天上换颜王 地下换玉皇 啊不讲错了 天上换玉皇 地下换颜王 令利孔夫子 五金另外奖 他们对抗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 另外找新的文化脉络 因为 长久以来这种对文化的摧残 使得老百姓们很不悦了 他们要生活生命有所依贫啊 那怎么办 绝对不是单纯的 我只是吃不饱 或者是呢 衣不避体食不饱足啊 锡布 zombie 排好 实际于生活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 媳妇的kers 传统 cultura 周围 灭 我們要復興這中華傳統文化 我們是中國人 你不要講那什麼政治上的 那不要這樣說 是這個意思 底下的話 批評時政就不要講 下課再聽 請問 那中共的簡體制 是不是一種 對,你說的對,沒有錯 他們現在有在 官方當然還是簡體制 民間我告訴諸位 你去看 80%都改成繁體 我去大陸 看你刺到 我真的不騙你 那底下批評時政的事就不要講 批評現在的時政 這個就我們都 我們出家人 不要 不談政治 下課再說 我講這個 是敘述著我們佛教文化 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性 之所以他為什麼成為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經由歷代的祖師 彈經節律 貢獻出來他們智慧 創造出這樣的 佛教文化修行制度 那你不好好學這個 跑去學南傳隔音卡 帕奧的慘法 不要講 不要講 好,就說到這裡 來,我們繼續下面兩送 是吧 這也不難懂 下面兩送 如來離四巨 什麼是如來 在中論裡面哪一品有專門講的如來 蛤 去來品是嗎 啊 如來亦如去是哪一品 蛤 有沒有中論全部的目錄 關如來品 啊,關去來品 啊,關 本著品 或多或少都有談到 這其實跟關如來品 這兩送 就可以在關如來品裡面 講的相當的 啊 相當的這個 整齊 好,我們看 如來滅度厚 不言有與無 不言有與無 亦不言有無 非有即非無 這四巨 都是如來所破斥的 如來的境界 法身 法身 福德都超越了這 有無 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 這四巨 所以在這裡講的是 如來離四巨 啊,了解沒有 有無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 這是四巨 如來 在的時候 也離這四巨 如來涅槃 滅度之後 也不說這四 白話解釋 十七十八送 講完 終止是什麼 超越這四個 超越這四巨啊 有無亦有亦無 無非有非無 我們看 外道就問 佛 如來世尊 死後以後去哪裡呢 有外道問佛 如來死後是去 還是不去 還是死後又去又不去 非去非不去 到底是去還是不去 到底是去了哪裡 外道就問 好 好 這其實就是 細論 屬於十四巨 不論如來生 或死 都離開這四巨 這是 AB良的科 等一下 涅槃 生死 有於涅槃 一起生命結束 入無於涅槃 涅槃 都是離開這四巨 前面在 第 啊 十四十五宋講過 都是離開這四巨 生死離開這四巨 滅渡時 滅渡時 一離開這四巨 所以這裡的小科 他說 無於涅槃 不說有無等四巨 如來滅渡後 亦無此四巨可說 但是 外人認為啊 生死 生死是實在的 所以問如來 這到底死了以後 去哪裡啊 他不 這個佛認為這是細論 那到你死的那時候再說吧 不不不講錯 到你正到那個時候再說 你又沒有正到 對不對 就好像一個 啊 這是美食評論家 有時候就是最討厭 這只嘴吼瑞瑞說 這家好吃 不好吃 口感怎麼樣 你去做個菜試試看 那麼容易啊 蛤 知不知道 知道我的言外之意 有人就說 啊你火燒啊 吃菜啊 沒什麼要緊啊 我換衣而已 替著頭 對不對 替著頭很涼耶 我沒有就我就說 不然你來做看看 啊你們伯 啊不是 我出家17年了 好好好 我哪沒觀世音菩薩 我慚愧我懺悔 不然你來做看看 不然你來做看看 啊在那裡說的 五四三的 連銷的 那麼容易喔 他說也不過生活嗎 每天早晚吃素食 那你來試試看吧 沒那麼容易 他說 他說 出家人有什麼了不起 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 有一個東北的 女的 到紅髮師那裡 金色 哎你們出家人啊 哎呀這樣子吃素 剃光頭 穿這個衣服 有什麼樂趣啊 還不如跟我們一樣啊 早點樂子 喝酒啊 然後啊 男人找找女人 女人找找男人 這樣生活 繽紛多彩多姿多好 紅髮師就說 大門沒有關啊 你來這裡 不進三寶 不想知道佛法 我們也不怪你 我們聊聊天 我們 在那裡講這個故事 什麼 大門沒有關你走 哎呦師傅 你怎麼這樣 我不慈悲啊 他說哎呦 那紅髮師說 哎呦 你還知道慈悲兩個字喔 那你怎麼不慈悲 慈悲我們啊 哎呦那個 那個東北大媽 啊師傅對不起啊 對不起 供養一千塊人民幣 沒有我主要講的意思是說 涅槃的境界 離開這四句 不住於這四句 如來之境界 亦復如是 那我剛講的其他的例子 兩個例子 三個例子 來說明他 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這裡的小科 ABCD這四個小科 我們說 無於涅槃 不說有無等四句 如來滅度後 亦無可 亦無此四句可說 外人認為有實在 所以才問 佛死後 佛死後 到哪裡去去 去或不去等等 佛認為這是細論 啊 所以呢 離開了 如果 如來在的時候 有無等四句 有無 是有於涅槃 不說 不說這四句 為什麼 因為如來通達 原起無自性 必進空 不僅是通達 而且正路啊 我們現在道理上知道 哦 原起無自性 是 空性 是必進空的 那是文字上 我們不是正 怎麼正 那要修啊 怎麼修 子官 常常的串席 觀修 靜坐 調心 那怎麼樣修子官 那要 持戒 懺悔 有禪定定力 那怎麼樣 持戒 懺悔 這是什麼 殘坐 又有禪定 那之前你要發心 那深信業果的道理 這樣一步一步上來 不是一觸可擊的啊 那你才能 這樣子 按次第而修正 用 緣起無自性 必進空 好 有些人根氣立歇 直接跟他講這頓教法門 他馬上能 正路 這是禪宗的方式 他不走次第路線 他直接 接引 上上根氣 好友一筆 啊 諸位去買 電腦 notebook 有初階 機種 有中階機種 有高階機種 對不對 你對電腦剛剛出入門 給他高階機種 一台五六七八萬 一下子玩壞掉 是不是 那給他一台一兩萬的 弄一弄就好 小學生 對不對 剛開始教他加減乘除就好 四折運算 一下叫他危機生 他腦袋燒掉 是不是啊 諸位這邊有學過危機分 危機分還只是 基礎耶 啊 那工程數學 用這個危機分做 做工具耶 工工術有沒有學過 好 沒關係 啊這是 次序來 對於有些特殊根氣 禪宗教法 教導他 所以在天台叛教裏面啊 有頓教法門 這什麼 是屬於什麼 頓教部是什麼 華岩石嗎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見教說了那麼多啊 見出見中見末 一共幾年 你講 烈頭啊 怎麼記住啊 阿涵十二方等八 二十二年波落潭 一共多久啊 三十年 啊不是什麼四十 四十年 阿涵十二方等八八年 阿涵十二方等八 一共幾年 二十年 二十二年波落潭 四十二年啊 還有七年 嗯 還有七年 還有七年 後面七年講法華涅槃啊 還有 那個什麼 追說四教追敏四教啊 是不是前面華岩經講多久 嚴格說起來只有十四天 前七天佛自受法樂 後面十四天講大方廣佛華岩經 然後還分身到天上去講 對不對 這說明了什麼 眾生需要劍刺導引啊 但是 也不廢棄有 這種頓教重生 所以在 在這個什麼 華岩時的時候正說原教兼說別教啊 對不對 在方等時的時候四教並談 對不對 五十八教全時總統有沒有背 沒背 波洛時的時候呢 說三 說三教 對通教說別圓二教 對別教說原教 對不對 你們這個 這個 啊這如果是沒想 你是要怎麼打發發發片 啊 你來看看 我就說背在腦筋裡面 啊 你在這裡在這裡看 那你是不是啊 啊 對不對 戴通別圓啊三教 到最後 法華涅槃時 純說原教 然後還追說四教追敏四教 所以在這三十一共四十二年 我講建教法門 建教哈 知不知道 不是做教哈 知道嗎 做教知道嗎 哎 人笑話都聽不 知不知道做教 做酒 啊不說了不說了 啊 我回到這裡哈 那講的這這這這 分出去 今天我們要把二十五品講完了 二十六品開頭 好第十八送 你看這個科判 如來通達緣起無自信必進空 正路啊 B 涅槃空極之中席諸有無等細論 西 信空者認為 你如果啊分別涅槃啊 你這個是妄想啊 好 這是第十八送 我剛剛有一句話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我們由天台叛教來知道 四十二年佛都說建教法門 所以說說明大部分的眾生 需要 需要劍刺導引 劍刺帶領 讓他覺得 有根有據 然後呢 一路上他可以這樣 有所依循 這是對大部分的眾生 那不是 說 沒有頓教法門 但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適用的 以前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就有發生過這樣子 說 欸 六祖慧能大師不識智 也是禪宗大師啊 廣清老而上不識智 也是淨土中一代大師 那你去學他們吧 你要學就要學全套 是不是 廣清老而上住三洞 吃水果 兩隻老虎在旁邊 都不害怕 啊你會抓不到 你能不能吃水果啊 你也沒辦法說這個 是不是 是不是 慧能大師 聲通法性 一文即 即之解脫 他就能為人言說 那你行不行 還說 佛法學夠用就好 學的太多就變所執障 錯解佛法 嗯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言論呢 背後都有他的文化意涵 這底下就不作說 好 我們看第19送 我們這一品一共幾送呢 啊 24 一會兒就講完了 有 有 來 什麼是滅度 來 我們看 滅度之一 他這裡就直接就是滅盤 但是為什麼翻譯成滅度 一定有道理 肚子 肚子肚化眾生 滅呢 息滅 我這一生肚眾生的圓盡了 取正滅盤 這滅盤是無餘滅盤 永遠滅盡分段生死變異生死 肚託欲有 劍 無名四種暴流 所以成為滅渡 而他這樣翻是有道理的 就好像以前啊 我們翻 啊 出國虛託還 以前不這樣翻的 翻成什麼 勾槓 什麼叫勾槓啊 這個有道理的 大船要錄立港 對嗎 船是什麼 在生死的海裡 這樣順來順去 都找不到 港口啊 我講台語真是爛 這船 在大海飄來飄去 海象徵著什麼 生死啊 輪回啊 現在我找到港口了 我停下來 意味著我已經渡過生死大海 到達解脫比辣 我是聖人 這樣翻譯是有道理的 我不要說人家亂翻啊 滅渡他這樣翻有道理 嗯 哎 菩薩他是忍而不振 阿羅漢滅渡 阿羅漢斷的煩惱 與佛相等 你不要講大聖 我們只講解脫道啊 但是他為什麼不如佛呢 福報不如佛 是這個意思 可以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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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圓滿的結束 滅渡可以 好 來我們繼續 4點 十九 十九 二十宋兩宋一起和說 這裏講的是涅槃集市間 好這這裏我跟大家說 所謂涅槃集市間 這個你要站在空性上面來看 涅槃與世間無差別 而佛呢 而佛呢 徹底證悟 了達原始 空性 佛就看涅槃 看在世間 無差別的 所以啊這六祖談經說 佛法整個在世間 啊不是 是不是 不離世間 絕啊 離世密菩提 猶如尋兔角 他是就空性意上面來說的 但是凡夫呢 沒有辦法 凡夫就是不行 佛呢 生死無差別 生死即涅槃 煩惱即菩提 煩惱和菩提無差別 凡夫不可以 小朋友 舉例來說 小朋友去舉100公斤重的槓鈴 結果會怎麼樣 就被壓死 大力士 訓練有數 可以舉得起來 小朋友不要去嘗試 這就是這個涅槃集事件的意思 所以底下我們看 涅槃集事件 涅槃集事件 好這是第十九宋 第二十宋講的是什麼 涅槃之實際 極與世間記 極與世間記 如是惡記者 無毫離差別 好重點就是在於涅槃和世間無差別 這是就佛 他已經正入 空性 涅槃世間無差別 好這個是他的標準宗值啊 那隱言呢他這裡說 這兩宋跟觀如來品第十六宋意義相同 觀如來品第十六宋說的是 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 如來無有性 世間亦無性 那就世間和涅槃來說 所以他還是承襲著 像是觀如來品第十六宋 這是 科判 小科A的地方 B的地方 外人主張涅槃 有或者是無 根本是錯的 或者是說涅槃和生死是相對 這也是錯的 但是我跟諸位說 這是站在佛的角度哈 涅槃與生死無差別 啊 煩惱及菩提生死及涅槃 在佛來說 無差別 就反覆來說 是有怎麼樣 由煩惱而至什麼 由煩惱而至菩提啊 由生死而至涅槃啊 有煩惱可斷啊 有菩提可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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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就凡夫來說啊 嗯 好 再來 這兩宋講完我們休息一下 第十九宋 這應順長老這也是講的很很簡略啊 十九宋就緣起信空是無礙的 所以 觀世間的生死 如幻 緣起涅槃 就是空信 如幻信空 所以 緣起 涅槃 世間 無有少分別啊 但是 請諸位 一定要注意 這是就佛來說啊 真正的第一異地來說 涅槃世間無差別 所以才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真正的 但是就凡夫來說 這不可能啊 剛剛我前面也引天台的教判來說 為什麼他要講42年的建教法門 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就說明了大家還是適合建教法門 那中國人有一個壞壞習慣啊 什麼壞習慣 這也是中國人的習性 你告訴他怎麼走路 他就自己就會就會去跑跳江湖了 自己去糟跳 走跳 台語怎麼講 糟跳 但是呢就其他地方的人就沒那麼厲害了 他也告訴他 走路怎麼走 走完了以後 加快腳步 快快走 快快走以後呢 在手這樣怎麼擺動 然後慢慢跑 慢慢跑 再快快跑 中國人 你只要告訴他怎麼走 他是自己就會去走跳 所以才有禪宗這樣的法門出現 但不是說啊 每個人都是能這樣子的 好 底下就不再多講 那就 參話頭和末照來說 也都是只關法門的 發揮啊 指關法門的發揮啊 但是他不是指關法門 他沒有直接的關係 好 就先說到這 好 19宋是這樣 20宋 世間祭與涅槃祭無差別 這邊要給大家解釋的是什麼是叫做祭 這個祭 這個祭 我記得 我們在哪一品裡頭說過呢 官本祭品 是不是 這個祭 他的意思說的是 極限 極限 記就是極限 有邊無邊 有無邊之間 他這個邊就是什麼極限 好 那麼涅槃有沒有他的極限 沒有 你要是探討他有沒有極限 那就不是真的涅槃了 涅槃是正路的 空性有沒有極限 好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這個教室 長 多少公尺 大家大概知道 長有沒有20公尺 有沒有 好大概算20公尺 寬有幾公尺 有沒有5公尺 有 寬就是前後 然後在這樣一個空間 這個一個面積就是他的極限 但空性有沒有 有沒有他面積多大 空間多大 體積多大 沒有 沒有極限 所以這個叫做 涅槃祭 涅槃有沒有極限 沒有 世間有沒有極限 在空性之中 前面的寄送說了 世間極涅槃啊 緣起空性相乘 緣起 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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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緣起之於空性 空性之於緣起 不相妨礙 所以涅槃 沒有極限 世間 亦無極限 這裏的無極限 這二季啊 是說的是兩個沒有差別 無差別之一 無差別之一 所以小柯 他說就空有相待 官 然後說 有沒有極限呢 沒有極限 沒有他的忌 世間及涅槃 再來 就涅槃與世間的實際來說 他說 這二者 都是如幻空極的 無毫離差別 所以 記呢 是編記 究竟真實 啊 對不對 講錯 是實際 是編記 究竟真實 在觀本祭品的記 是極限之意 實際上面有沒有極限 沒有極限 世間和涅槃 畢竟是空性 好 這是第20宋 接下來 21到24宋對不對 好吧 我們休息5分鐘 剛剛我們跟諸位法談 就說 對於世間 事物的處理 你要善分別 有分別制 度眾生 亦然 你要有厚德制 厚德制是修行來的 我跟諸位講一個例子 佛陀 坐下 有兩個 日月雙弦的弟子 協助佛陀世尊 開展他的弘法事物 不遺余力 不遺余力 甚至比呢 官老爺旁邊的 王朝馬和張龍照虎啊 啊 展昭白玉堂還來的有力 這兩位是誰呢 摄利弗 穆建聯 他們都是大佩羅們 深通世間 一切學術學問 度化眾生 相當有力 這厚德制 修行 修習來的 那你說 正德根本制 德阿羅漢的是誰 周立盤陀切 他是聖人 他斷一切 煩惱見失禍 但是他能不能開示講佛法 很困難 因為他 過去生的 習性 他天生愚笨 他對於厚德制的修學 不佳 他只能講一個祭誦 甚至講福成除垢這個 他有沒有強大而化倒眾生的能力 NOSU 所以呢你要度眾生 厚德制 很重要 根本制 也要有就是 哎呀我看以前哪 譚虛大師 譚虛老上寫的影城回憶錄 他就有說 那度眾生 有四個條件 你要講經說法好 第一個你要有學問啊 第二個頭腦要清楚 邏輯思辨 第三個 口齒要清晰啊 他不是說講話 前後語句都講不清楚 或者是思維語句都不連貫 這樣沒辦法弘法 最後一個要有修行啊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剛剛說的啊 厚德制啊 根本制 那麼觀察眾生根性也是重要 但我們能夠呢 跟他同四色 這個是菩薩四色法 但我們不是同流 所以呢 法會還是要辦 拜禪還是要做 不是說 我這裡很清高 我沒在做這個 你就驕嚴陪的飯 吃醬油 好幾乎 是不是啊 一個道場也是需要這個啊 不要做太多 一年三四次可以 一年三四次OK 不是像有的嗎 你一年做十幾次啊 那就不對啊 知道啊 好啦 21送 那我們 我們的金色 現在是場地小啊 做一次 辦一次法會 幾個二十幾個人 就水洩不通 希望以後場地大一點 我們就 來順應民情啊 辦個 不大不小的法會 讓大家能夠啊 明陽兩立啊 啊 對不對啊 班長 來最後 21送 22送 23送 24送 來我們來說說 啊 21送 滅後有無等對不對 有邊 等長等 租建一涅槃 未來過去是一切法空固 和 有邊無邊 一邊 一無邊 非有 非無邊 這裡啊 來這個斷句 是這樣斷啊 滅後 滅後有無等 滅後有無等 有邊 等長等 租建一涅槃 未來過去是 一切法空固到這裡 和有邊 無邊 全部都是問號 何有邊無邊 問號 一邊亦無邊 問號 非有非無邊 問號 何者為一意 問號 何有常無常 問號 亦常亦無常 問號 非常非無常 問號 到最後 諸法不可得 句號 好 那你這樣子斷句一段 那時候 哦 晚來乳處啊 所以有時候你這個寄送讀懂 中文程度以來斷句也很重要 斷句一段 哦 這一段原來是如此 你就 或多或少 差可比你的 啊 了解一點點 了解一點 以前我在 教佛學院的時候 我剛開始教同學 哎 先拿一篇 完全沒有 斷句過的 經文給同學 回去練那個斷句 後來被投訴 老師都不講佛法 教我們這些 果細殺 我後來回療房 心裡面 神悶氣 他們都不知道我心裡的 用意 我教是出家人 出家人不 不愛學佛法 這是末法的摔項 我喜歡去聽在家人說的 還奉一個女人做上司 這是什麼道理 其他不說的 不要再講 那這個 斷句你斷下去 哎 就可以讀得清楚 所以這四宋 他的刻 是什麼 總則 以朱劍為涅盤 還有遮破 來顯 最後 一個據說顯 顯真正的意涵 是什麼 諸法不可得 滅一切細論 重點在這兩句 好 來 你一個一個來說 離開 這個涅槃要離開這四句 四句是什麼 有無 一有一無 非有非無 就能破諸劍滅細論 諸劍是什麼 62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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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耳師尊告諸比丘 有此二劍 有無二劍 有有無二劍 再產生 欲有色有無色有 三界的 然後什麼是欲有無欲 然後一個一個開展 然後有62劍 諸比丘當蛇 十二劍 十二劍 十二劍是什麼 有無二劍 也就是 由有無二劍所 衍生出來 六十二劍 比丘要捨離 這叫 破諸劍 捨離諸劍 觀察 遠起 一切無自性 空性 就能破 這62劍 細論 這62劍是細論 滅除諸 諸細論 破除諸劍 好 所以涅槃是離開這四劇 再來 底下 觀察 八部 緣起 能憲政 涅槃 要觀察這八部 緣起 而修行 滅一切細論 而誤入 正路 必經空 這是憲政 涅槃 那我們這邊 把62劍 濃縮成 14個 14個 斜劍 在小科 裡面 諸位的講義 42頁 14斜劍 是哪 14個呢 去不去 亦去亦不去 非去 非不去 在觀去來品 已經破除了 還有 有邊無邊 亦有亦無邊 非有非無邊 在什麽品裡面 也破斥了呢 啊 什麽品 大聲一點 啊 對對對 在 世間 常 無常 亦常 亦無常 非常 非無常 這也破過了 所以呢 我們 所有一切的 六十二劍 啊 全部都從 四句 產生 有無 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 這四個 產生 外道 外道執著 然後 有無 亦有亦無 非有 非無呢 他落到我們身心五運 啊 長 無常 亦常 亦無常 非常 非無常 他認為五運是這個 五運也是有邊無邊 亦無有亦無邊 非有非無邊 五運呢 是如去 不如去 亦如亦不如去 非如 非不如去 這都是斜劍 所以這裏主要破 破 破刺的 說六十二劍 總括說來就是 有無二劍 有無二劍 衍生出來 亦有亦無見 非有非無見 然後落在 五運身心 或者世間 啊 等等 現在這些 全部破除 所以在 諸位的講義 第 四十三頁 他說滅 滅後 滅後有無等四句 是考慮涅槃而起的細論 有邊無邊等四句 是推論未來而起的細論 全部滅 全部去除 好 這這二頌 讓我們 一個一個來說 21 22 21頌 白話解釋是說 滅後有無等 有邊等 長等 好這個意思是說 關於生死 生命 死後的狀態 這是滅後有無啊 好 我一個一個一個講 關於生命 死後的狀態 世界 世界的極限 世界的極限 是否呢 死後啊 你這一期的生命 你死之後啊 你還是不是活著 是不是存在 世界有沒有極限 世界是否常住 佛法裡面 都不予回答 這些都是形而上學的東西 這個都列為十四無忌 或是六十二劍 那我們所能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去正入涅槃 而不是執著去探究這些形而上的問題啊 怎麼樣正入涅槃 多修行 努力去解決 我們現在的煩惱 然後呢正入涅槃 而不是在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那邊打轉 這是第21宋的意思 這是21宋的意義 可以嗎 22宋 23宋 一切法空固 和有邊無邊 問號 一邊亦無邊 問號 非有非無邊 問號 何者為一意 問號 何 有償無償 問號 一償一無償 問號 非償非無償 問號 好 22宋23宋 和說 這裡很明顯的 都是用 有無 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 這四句 來詮釋 來講一切的問題 但是 空性之中 全部破除 油 來這邊給大家說一下 由這個有和無 有這個有和無 然後分別產生什麼 亦有 亦無 然後產生呢 產生非有 非無 由這四句啊 好 這個要 用 不同的筆 來畫 這個是最初這兩個 然後 他會產生 62件 現在 濃縮成 14個 這14個 落於 像 這14個 他落於好幾個 落於像 世間 落於身心 落於身心 身心五韻 落於什麼 生命 前後 落於什麼 涅槃 涅槃 然後都是在探討這形額上學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 就 空性來說 就把它 叭叭叭叭 可以嗎 這是 第二十 二送 二十三送 嘿嘿嘿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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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 那個燈開一點 來我來我 現在 最主要 知道剛開始破的是哪一個 破是哪兩個 就這兩個 有和無 因為有無產生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然後又產生 亦有亦無有非有非無有 然後亦有亦無無非有非無無 等等這些 62件 然後62件又產生這個 現在全破 好這是 二十二送 二十三送 他全部都有問號 所以終關 他重點 就在破直 在我們修行上 對於破除我們自己的執著 他這個 官法這樣修很強 不要拿去破別人 拿去破別人呢 就會像啦 聖天論師被人家暗殺 有沒有 聖天論師是被 殺了 腸子都流出來 破自己煩惱 好 二十二送二十三送這樣可以嗎 給大家整理 最後結論 二十四送 二十二送 二十三送 他將啊 這個 有編無編 亦有編亦無編 非有編非無編 依依 有償無償 亦償亦無償 非償非無償全破 全破 全破 所以 我們來到 第 二十四送最後 應順長老在這裡也是說的很簡略啊 他說都是邪見 一句話都是邪見 這個中論有很多種講法 有的是講義理的 他也可以講成做學問的 將這個 泛文啊 藏文啊 日文啊 還有中文幾個義本啊 一起聯合解讀 字面上意義解讀清楚 義理回家自己讀 那麽 以前在佛研所 我們是做這種工作 因為做研究啊 在考察啊 這個文獻文本之由來 到底他可信不可信 嗯 揪摩羅斯大師是西域人 啊對秋辭 西域就是現在我們以前的新疆省 至少我讀的那時候的中國地理是這樣啊 啊不是不是中國地理 本國地理啊 差一字有差別 對吧 現在叫做什麽 好像是維吾爾斯坦還是什麽什麽的 我不知道 不清楚 現在的地理概念和我那時候讀的不一樣 以前就叫新疆省 然後呢這西域諸國 哎他是圍繞在南疆啊 南疆的綠洲上 你知道嗎 大家知道新疆有兩個大沙漠啊 都是盆地性質的 知道嗎 北部的塔里木盆地 南部的準格爾盆地 都是沙漠 是吧 然後新疆省的 省會是什麽 啊是不是不是不是敵話 好像是烏魯木齊啊不是 還是 土魯番啊我都忘了 烏魯木齊好像是罵人的話 哇 我看著 因為快到最後一送了齁 新疆 哇 現在的法師之作真不容易還要 給大家上地理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啊 嘿 新疆啊 行政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就是以前我們的新疆省啊 哇 這是比台灣大幾十倍啊 嗯嗯嗯嗯 對對對 他旁邊呢就是什麽 外蒙古 在民國初年就想要割浪出去 讓他跟俄羅斯有個緩衝 阿 他的 這個 诶怎麽這個是廣東話 這個 來 阿新疆 他的 欸對喔自治區 由新疆省改制首府 欸你說對了是歐羅勃責 爹 啊真的耶 烏魯木齊啊 哎好 烏魯木齊 是蒙古語 優美的牧場 對在清朝叫狄化 哎我那時候念好像也叫狄化 對 現在就叫烏魯木齊 哎那吐魯番是在哪不知道 他在南疆啊 那說這個 好現在我們不講這個就說 這個 揪摩羅斯大師他所得的泛文中論的一本 是取自於新疆啊 但是 印度到新疆 什麼很近格的量子好幾個國 他 終究是有一點差距 那我在看一些文獻他們都說 他們都說揪摩羅斯山上翻錯 我看著心裡面不太舒服 人家翻得出來 你這是站在他們的基礎上說別人不對 這是不是有點那個啊 他不厚道 哦 來 我們不是要看新疆省了 就說在在他的南疆 西域諸國都是圍繞南疆的 沙漠綠洲上的城市 而 九龍羅斯山上他就是秋辭國人 這樣 然後他翻譯了中論 這了不起 然後又使佛教 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 創造了大量新 的佛學名詞 而又不違背佛法的意義 其中最大的功勞就是 九龍羅斯山上 翻譯了大制度論 這是中華文化 或是中國佛教的寶藏 我在我認為凡是中國佛教徒 每個人都要把大制度論讀完一遍 啊 一百卷 然後打到死 中國人一看 哦 哦 一百卷 動不掉 那這最後 講到最後一頌 24頌 結論 顯 所以說中論啊 他有破有利啊 當然破的多利的少 但是不能說他只破不利 因為在這裡 他 最後說出諸法不可得滅一切細論 我們將所有的細論滅出 諸法不可得 這個 我們曾經在波洛經裡面說一切法 怎麼樣呢 無所有不可得 這何於波洛經啊 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 那滅一切細論 無人亦無處 佛亦無所說 這個意思指的是啊 對於種種的思辨 或是 或是 與這個 涅槃 修行 無關的 这些全部都是人的思想 烦恼或是 无意义的分别而来 佛不说这个 佛告诉我们的是要实际的 修行 正路 涅槃 我们要清正 这是第24宋的主旨 把关涅槃品 完整的 跟诸位 这个传授给诸位 在这里小颗里面念一下 一般人以为你生死得涅槃 不是 在佛的境界生死和涅槃是无差别 但是对于凡夫来说 有生死可断 有涅槃可证 这也是无可厚非 最后论足以为诸法必尽空 习诸虚妄细论 法性空极 离开语言文字 未常说有一个字 这是佛说的啊 因为一切法 无所得 无所有不可得 是缘起是空性 是这样 那么诸位学习佛法 是由 入冥相 而出冥相 经由世俗地 而冥圣意地 最后世俗与圣意无碍 而在应顺长老最后这里说啊 不要在冥相中做活计啊 不要受名言的欺货 这我这句话 我看了有感处 这就不是告诉我们很明白的说吗 佛法是修行的 不是做研究讨生活 我拿来当吃饭工具的 啊这样 是修行的 嗯 好 这是第25品 啊第26 啊啊 哎 怎么 这是第25品 好 这刚刚第24送 已经跟诸位 介绍 那么 26品啊 我们来做一个 开头 那我们终论快要讲完了 12因缘品只有9个送 只有9送 他这个 此送之重点 此品之重点 呃这个是这样 在中论里头啊 也可以用四地 来判定整个中论的这个 整个27品 用4地来判定 苦地和极地 就是说是外道或者小胜论师的见解 灭地呢 是我们要正路极灭 那怎么修道呢 道地 空性缘起无知性空性 作为他修行的道地 尤其十二因缘或一切细论 不是讲错了 一切细论是空性 能够能误入诸法缘起之极灭 道地的中心 可以这样来判别 可以来这样来判别 所以说本品 被判为道地之理由 再次 向来科判本论 以为前25品依大圣法说 在第26和27品应声文法说 应顺长老说 不是这样子说的 如果以阿含金总社本论四大科 前25品可判为苦极灭地 后二品判为道地 这是应顺长老的 这个什么动箭 所以我们的中论 整个27品可以以苦极灭到四地来判别 他是依 由阿含金来出发 阿 25品 可以判为苦极灭地 最后良品道地 有道理的 他是依阿罕金来判 可以这样 那依波罗金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中论思想之根源 就从波罗金来了 就从波罗金来 纵然他压根 半个字都没讲到波罗金的一切 但是整个波罗金的思想充斥着中论 一切无所有不可得 刚刚我们在 前 一品最后一送 诸法不可得 就是这个意思 我那时候讲 讲 波罗金 讲大品波罗金和大波罗金 一起来 哦 读到这一句 哦 把这一句记起来 那应顺长老他从阿罕金出发 好 亦然 好 这里还有说 三学次第 日修学 和中论架构不成 好 我们把这小科给大家念完 那下一次就讲26品 第一 先知法柱 而后知涅槃 好 明白龙树的学风 同此次第 那什么是法柱 什么是涅槃呢 法柱治和涅槃治 来跟主位说一下哈 法柱治指是什么 和法柱指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法柱治 如实之见无名行等十恶之缘起之法 这法柱 这意味着什么 如实之 是智 法柱法性 这样子的 现象 是法而如式的 而成为法柱 但是你如实之 如实修而如实正 正的法柱 正得法柱治 正得法柱治 是这个 但是你要如实之啊 如实指的是如什么实啊 诸法实相啊 那诸法实相之真谛是什么 空性啊 原起而后空性 如实之 啊 这法柱 之后才能正涅槃啊 好 可以不可以 法柱治 只观察诸法 因果原起之志 你要正 修而后正涅槃治 是误入诸法 误入诸法 生灭无常 法性空击 所以先知法柱而后知涅槃 不可能 未得法柱而知而正涅槃 不可能 但是在知法柱和涅槃的时候 有他各式各样不同的方便与权巧 像禅宗 不讲这个 遁教法门 直接告诉你 很多人都杀不 有 上周不是有给大家示范过吗 蛤 什么示范过 一只鞋子摆在头上 一般人哪里不懂呢 或者是天龙一指禅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天龙禅师 到底是出的哪一指 或是他一指怎么摆啊 那这个是遁教法门 多数的人还是需要见教 先知法柱而后知涅槃 误入的顺序 是这样子 不论在诚实论 大批菩萨论 都是这样说 所以呢回答我们这个 要知道次修学之次第 龙树菩萨的学风也是这样 所以法柱和涅槃都给大家说明了 底下这段文字啊 诸位也可以看得懂了 缘起之正观 观缘起如幻 还有因果生灭 通达诸法无知性 分这两个 那执法柱之逆反 之后呢 这个前言跟诸位说过 还有说小盛啊 皮坛啊 说这个 广谈石油的英国法相 在中论里面 遮破他们 的妄值啊 我们 是谈油 没有错 但是不是石油 而是假油的 假名安利 他是因缘油 是患油 啊 其实是空性 但是在小盛学者 他们执着 说这个是实际存在 所以本品特重 缘起英国法相 是破直 而后显正 这个前面宗旨啊 我跟大家先说 然后这边他对啊 各家各 各派啊 对于缘起之说法 有所不同 好那我们下回再说 然后呢 就可以讲第一颂了 下回呢 就是要先说啊 各家各派 对缘起思想 之不同 到底是哪里不同啊 有的是在因果事象上的 有的是常驻无为的 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那样 那么中论他的缘起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一品给诸位解说 好 啥是尊的缘起官 那我下周呢 提纲切琳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谈颂文 他这个前面讲的很多啊 好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 有没有问题 好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2 1 1 5 2 2003